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心雅沒有跟我認真聊過生小孩的話題 倒是我比較常跟我的閨蜜說我想生小孩 因為我自己有四個侄子 侄女 然後他們蠻黏我的 我算是唯一可以把他們從爸爸媽媽身邊帶走 跟我獨立相處24小時的阿姨 然後所以我自己在跟我們家小朋友相處的時候 確實有讓我更加確定自己是想要生小孩的 所以有嗎 有在找小孩嗎 我有男友阿 就是如果真的有順利受孕的話 就一定會結婚 但是我自己是還是希望先結婚再懷孕 因為我爸爸會比較希望是這樣的順序 對 那所以現在有在準備嗎 妳說準備懷孕嗎 就是有或是公布期 我還沒有認真開始準備想要懷孕 上次跟KID的法文被大家誤會 男友會吃醋嗎 欸不會耶 男友沒有特別的反應 因為跟KID就是很好的朋友 然後有時候跟KID在傳簡訊的時候 男友也會在旁邊 但是因為我自己心裡的那把詞還蠻清楚的 其實我覺得我是在談戀愛上 會等另外一半蠻大安全感的女生 所以我的男朋友多半不會對我的異性好友 有吃醋的反應 這是什麼工作啊 可以教教大家嗎 什麼要讓對方有安全感 安全感喔 我覺得那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 可以自動自然而然的變成是有安全感的 我不是走那種一直跟對方報廢形成路線 但是在貼心或者是要表現愛的時候 我還蠻明顯的 就是會常常跟身邊的人 或者是自己的愛人 就是說我愛你 對 就是我覺得這句話是很直接 但是也可以讓對方很知道 嗯你現在是很愛他的 所以最清楚就是跟 是不是在劇裡面比較有多 比較多的親密戲 男友會跟你一起看嗎 會 我會跟男友 會跟家人一起看 然後 因為我也不是第一次演親密戲 所以我的另一半好像 對這個事情沒有太大的反應 好像也蠻習慣這件事情的 所以也不會 我好像沒有遇過在工作上親密戲 需要跟另外一半抱貝的狀況 對 就是我好像是自帶 自帶安全感的一個貼心的另一半 對 欸我突然幫自己想了一個很棒的那個 slogan 自帶安全感的女友 就是我 對 對 對 談戀愛有沒有傳授一下安心 安心啊真的有這麼久的日子嗎 她應該不想要被下這個 這個絕緣這個字 辛亞其實很會放電啊 我們大家在跨年看到她的表現 她面對舞台面對鏡頭的時候 她的電力可能比我強一千倍以上 我反而沒有她的那種性魅力 我覺得她對我而言是很有女人味的 可是因為 她的真實生活又有一點傻大姐 就是有一個跟舞台上工作表現 滿反差的樣子 我覺得如果 一般的男生想要揭開 辛亞性感的那個面紗 看看她平常傻大姐生活中的那種 可愛的樣子 可以趕快跟她談戀愛 怎麼會這樣推銷她